感恩您点击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开胃豆瓣酱蒸番茄和鸡翅的做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蒸鸡汤味道酸酸的 很开胃下饭 鸡翅这样蒸一点也不油腻 很好吃 开煮吧 豆瓣酱蒸番茄鸡翅 材料有鸡翅豆瓣酱番茄 番茄洗净切片 鸡翅切成四块 擦干水分 下调味料腌制鸡翅 抓匀腌制三十分钟 番茄铺底鸡翅放在番茄上 放入蒸炉蒸十五至二十分钟 鸡腿熟了就可以了 蒸好了 可以用筷子插入鸡肉 如果轻易可以插入 就代表熟了 好香呢 酸酸的很开胃 鸡肉也很嫩滑多汁 营养也全都保留在汤里了 好吃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西鲜番茄含有大量对心脏有益的物质 如钾 维生素C 复合维生素B和胆碱 研究证明 增加钾的摄入量 再加上减少它的摄入量 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脏健康 更具体的说 如果方法得当 食用番茄 提供的钾合维生素B 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番茄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 更具体的说是 类胡萝卜素 如番茄红素 忙碌的时候可以考虑做这蒸鸡食谱 简单美味哦 鸡汁分成四份 比较容易腌制入味和蒸熟 个人还蛮喜欢这样吃 鸡中吃的功效如下 一、美容养颜 大量的成胶原及弹性蛋白的 对于血管、皮肤及内脏颇具效果 二、促进身体发育 翅膀内所含大量的维生素A 远超过青椒 对视力、生长、上皮组织及骨骼的发育 精子的生成和胎儿的生长发育 都是必须的 鸡肉与芥菜相克 鸡肉不宜与芥菜同时 时候会使人大伤元气 李子与鸡肉相克 某著名医学家称 鸡肉不可合乎 蒜、芥、李和食 由于李子为热性之物 而鸡肉为温补之品 二者同时助大热 且鸡肉含有激素 鸡类等生物活性物质 可能发生不利人体的生化反应 无异于人体健康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 找不到我窝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如果您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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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